头条消息来关心 嘉义民雄农工昨天举行毕业典礼 不过却有学生叫做了一群青少年要殴打学弟 警方在现场逮捕了13名青少年 同时还搜出了改造手枪跟棍棒 有学生家长拍下了这些影像赶快报警 还好警方及时赶到 才没有让毕业典礼变了屌 嘉义民雄农工毕业典礼当天 学校超商旁听了这辆小轿车 一群青少年聚集在这 准备闹事 警方打开车门果然发现一把开山刀 但青少年都不承认 原来一名王姓同学 不满刘姓同学在厕所抽烟 让他管理上很没面子 于是双方起了冲突 互相在脸书上呛吓说要给对方好看 两边都号召人马 打算在毕业典礼后教训对方 少年队获报后在现场及时拦查 同时发现13名青少年 携带刀械和枪支 警方将他们统统带回警局 喝止暴力事件发生 温馨的毕业典礼才没有变调 记者赖深宏陈伟军 嘉义报导